作为宇宙英雄的奥特曼 其实很多人都是合格的 他们保护弱者 打击怪兽 留下了一段段传奇故事 不过也有一些奥特曼不称职 迪迦便是其中一位 还有一个两次被判关注国 奥特之父照样对他很好 现在的迪迦奥特曼没什么好说的 作为一名战士性合格的 不过超古代时期的迪迦很让人失望 他完全辜负了人类的信任 本来超古代奥特曼的存在 就是为了保护人类 可是作为黑暗奥特曼的迪迦 却想要当首领 那一场战斗剧中有过描述 最后葬送了所有奥特曼的命 只有迪迦一个人活了下来 如此不云正义的奥特曼 怪兽们可是很喜欢呢 除了迪迦奥特曼 诺亚也不是个称职的奥特曼呢 文古说他是宇宙的保护者 从太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可我们都看到了 诺亚奥特曼这么多年 一共出现了几次 还不如实力相差甚远的奥特之王呢 迪迦回了超古代文明的时候 他没出现 贝利亚横扫光之国的时候 他也没有出现 只是出手打败了黑暗扎西而已 当然了 作为光之国的首领 奥特之王也不称职 按理来说 奥特之王应该管理光之国 并且与所有奥特曼并肩作战吧 可是我们的奥特之王在做什么呢 除了偶尔出来一次 其他时间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而且他也不在奥特之心住 住在国王心 一个好好的光之国 交给了奥特之父管理 大家还非常尊敬他呢 当然了 要说赛文奥特曼似乎更不称职了 他虽然也在保护宇宙和人类 被怪兽是毫不心慈手软 可是有两次都对不起光之国 雷欧奥特曼中 为了保护地球 他下令地球防卫队炸毁奥特之心 如果不是雷欧兄弟及时处理 估计星球都没了 还有一个为了保护人类违背宇宙法则 对于奥特曼来说 等于是背叛光之国 据说因此 赛文还被关了起来呢 不过还有这第五个奥特曼 似乎也没有那么称职 赛加奥特曼都知道吧 按理说 他跟诺亚一样 都是保护宇宙的人物 可是他也像诺亚奥特曼一样 从事蜘蛛基本上很少出场 如果宇宙完全交给他去保护的话 恐怕早已不存在了 你说是不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